文艺劳动节刚过 每年劳工的诉求 几乎都会希望合理加薪 根据人才招募顾问公司 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 83%的台湾雇主 预期未来12个月的调薪幅度 是低于5% 相较于大陆多数的雇主 预期调薪6%到10% 台湾的薪资还是不如大陆 而这也是造成台湾企业 流财不易的一大主因 这位工程师来自澳门 在这家新创公司工作一年多 吸引他的不是薪资 而是发展前景 虽然台湾这边的薪水 没有澳门那么高 可是这边发展机会 我觉得是比较有可塑性的 但像他这样比较过薪资高低之后 还留在台湾的工程师 恐怕不多 我的朋友的公司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大陆开的薪水相当高 工程师是一个必要的投资 在大陆这个价码 已经乱到一个风险 台湾加薪幅度也跟不上大陆 人类招募顾问公司 发表最新报告 83%的台湾雇主 预期未来12个月 调薪幅度低于5% 而大陆有47%的雇主 预期调薪6%到10% 台湾雇主 尤其是在最近几年 中国有提供更多的价格 有提供更多的价格 台湾雇主 也有提供更多的价格 公司要解决这个事情的 最大问题是 钱绝对不是唯一的方法 而是建立一个好的公司文化 让员工能够 appreciate这个 让公司带给他的一个环境跟成长 根据报告 留住台湾人才三大因素中 事业发展机会和加薪 可以说是同样重要 再来是学习发展 面对大陆企业 来势汹汹挖脚 台湾雇主得更了解 员工想法和需求 才能留得住人 有点TV张家李在红台北报道